29分 所以他们想要冲击亚冠区域 近期的比赛压力也不小 刚才是深冬泰山队 尝试地脚外围的远射大 看这个长船机会不错 门将很及时把球扑了一下 深冬泰山队 沿四季的走路攻过来了 摆脱之后一脚打门 机会 可惜捕射没有打到 10号卡扎一是为定 再次的走势进攻 直接打一脚远射 非常的漂亮的一脚远射 突石冷剑 在上面上的第26分钟 大家再来看啊 直接挖出一条非常精彩的弧线 跃跃过的门将 队员是在地上跌跌撞撞之下 把球抢了下来 然后传到了右路 看这个球能不能拿下来 另拼下来 直接打门了 球进了 这可以说是用实力 用拼劲拼出来的一个进球 可以说是历经千难万险 拼下了这个机会 当传给刘明氏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有队员 防守队员尾翠的机会并不太好 这个球打的其实 门将呢是反应的有点 结果呢 他是 轰圆角之际 门将 扑了一下 直接拼速度 好机会 门将失误送给了重庆 同来龙的一个大力 重庆同来龙 当然也是用他们自己的努力 接连的 之内 不但板凭比分 还将比分反超 扮向 大家可以再看这个进球 完全就是塔卫克一人 单靠自己的身体速度 生吃对手 硬往里冲 而到了门前以后呢 门将这个扑球呢 是脱手失误 托尔加都上场了 好来看这个配合 直接打门 球进了 托尔加都的上场 可也是立竿见影 和对手做 和队友做的一个非常 巧妙的配合之后 都不想 放弃这场比赛 都想全力争胜 这几分钟当中啊 由于比赛的评计 双方中场 船都非常厉害 然后现在神兴 同量龙队 抓住一回 攻到门前 投球 非常漂亮 利用中场 一次强的机会 快速进攻 由七号队长 向于望 再度的将比分超出 但是年轻的好处 就是 有着这种 勇往直前的血清 非常漂亮的一次 快速的进攻 也不如之前 那么拼着胸 沈东泰山队 传到了门前 再度将比分扳平了 沈东泰山刚才 从中场开始 可以说是 一波流的 这个袭击之 中场抢断下来之后 快速的发动进攻 一个巧妙的 撞墙式的配合之后 来看 山东泰山 这次的进攻 挑到了门前 顶出一个反弹球 球呢 是应声助网 四号队长 贾德松 这个机会 重庆团队呢 是体能下降之际 防守当中出现漏洞 最终呢 被沈东泰山队 抓住机会 由八号 德尔加多 又打进一球 现在呢 沈东泰山队 是以5比3领先了 这个球呢 是非常明显 是不越位的 而沈东泰山队 已经领先两球 哦 沈东泰山队 在捕失阶段 又打入一地进球 进前处理出战的 他们 是想将胜利 完全的防守 就是很难以